歐盟委員會主席擁克呼籲歐盟成員國對大約16萬名難民進行重新安置 並且說希臘、意大利和匈牙利已經不能獨自承受這個負擔 擁克星期三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 呼籲歐洲各國團結一致面對目前的難民危機 他說為了避免延誤22個歐盟成員國的緊急安置必須以強制方式進行 擁克說歐洲人永遠不應該忘記為何要給予庇護 遵守基本的庇護權是非常重要 擁克呼籲歐盟各國內政部長下星期開會的時候批准重新安置計劃 他又表示他認為尋求庇護的人在等待申請審核的過程當中 應該享有合法工作權利 擁克說他期待所有歐盟成員國共同籌資成立一個緊急信託基金 以應付今後發生的這類難民危機 歐盟委員會呼籲在歐洲大部分地區擴大各國的難民判額規劃 以及在未來兩年接收幾千名尋求庇護的中東人 這項計劃可能涵蓋多達16萬名難民 德國、法國和西班牙接收的人數最多 其指是波蘭、荷蘭、羅馬尼亞、比利時和瑞典 在歐洲面臨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大的難民潮之際 擁克星期三在歐洲議會提出他的計劃 What Pues .... Wha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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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hat